小甜甜 这两天那个费我没在找你吧 要顶住压力 即使全公司都知道了又怎样 老子我分分钟都能摆平 嗯 咦 必到集团 这名字怎么这么熟悉 老大 这我怎么记得好像是你的公司 嗯 什么 我的公司 对 老大 上次你花了三千个亿买下来的 你忘了 哦 你说的是那个公司啊 特么的 我记得当时被系统忽悠花了三千个亿 差点没给我气图写 咦 系统大大最近去哪了 好几天没打脸 我怎么感觉浑身难受啊 既然来了 那就过去溜达一圈吧 顺便看看公司管理的怎么样 咦 这不是十三吗 哈哈 没想到这还能看到你小子 二牛啊 没想到你竟然在这里工作呢 哎 这不都是为了混口饭吃吗 对了 你这是来找工作的吗 也算是吧 我之前听说你小子已经结婚了 尊多假多 嘿嘿 当然是真的 你嫂子也在毕道集团工作 他都已经是财务副经理了 比我厉害多了 你是不是要去人事 我带你过去吧 厉害啊 那你带我过去吧 我跟我朋友一起 小甜甜 这两天那个废我没得找你吧 要顶住压力 即使全公司都知道了又怎样 老子我分分钟都能摆平 可你就要调走了 人家一个人在这边很孤单的 嘿嘿 放心吧 现在这新董事长还没来 总裁又不管事 整个集团都是我说了算 你先别急 我找个机会把你认命为财务副总 这说话的是不是你口中的王王副总 没想到竟然是这样的货色 看来今天我来的正是时候吗 王八蛋 这两个狗吸洞 我靠 二牛这小子这么饥饿如仇吗 跑这么快 李二牛你要干什么 这里是你来的地方吗 马上给我滚出去 好好好我知道了 天哪 苹果十四普若麦克斯 人家也想要吗 小甜甜他那个一看就是假的 什么假的 这可是左下角官方为了苹果十五出来钱 在青库村 且又不是人人都能领到 见识短钱 我左下角里准备了不限量的苹果十四普若麦克斯 和一万台华为梅特武林普若 领完填个地址 官方只有发货 第二天就到手 那又怎样 肯定是不拉人助力就领不到 还真不需要助力 告诉你 你点我左下角链接 立即下载 进入游戏铃上开局送的888 激活AI女仆 自动抢夺BOSS 几天就飞升几百集 任务轻松完成 双手机随便领 建议你们去世了再说话 我都拿好几个了 王国焘 你个王八蛋 老子今天灭了你 住手 二牛 你没事吧 十三 你让开 今天我非得弄死这两个狗男女 小子 你又是哪根松 还有你李二牛 直向的就给我滚出去 不然老子今天灭了你 潘巧云 你还要脸不 竟然敢背这老子 啥 你说这就是嫂子 我丢你个洋英语 没想到被偷家了 哼 你看到又怎么样 李二牛 我劝你别字不量力 王总在这壁道集团里 那是数一数二的人物 年薪上千万起步 你拿什么和他比 你 你个混蛋 李二牛 你个哈吉米 我告诉你 不但巧云跟我好了 就连你儿子都信王 你能把我怎么样 这不可能 是 我的天 真也太嚣张了吧 这么缺的 你小声点 要是被听到 你就等着被穿消息吧 没有什么不可能 要不是巧云 你以为你能有现在的职位 现在立刻给我滚回去 不然老子开了你 王副总是吧 你还真是好大的口气 这么嚣张 我告诉你这壁道可不姓王 呦 哪里冒出来的小别三 这有你什么事 这壁道虽然不姓王 但是也是老子说了算 这么厉害 看来我今天还真要好好的 清理门户了 哈哈 清理门户 你以为你是谁 你信不信老子用钱 都能砸死你啊 小卡拉米 救你 没错 救我 看到我真身装唯美 五百万的百达北列 八百万的斗里男 一百万的叙利亚名牌衣服 就你一个刚毕业没几年的小别三 踏实这辈子都穿不起吧 这么有钱 看来平日里 你是没少偷金磨狗啊 这回知道老子的厉害了吗 还想跟老子动 李二牛 你给我听好了 现在立刻马上 给我滚回去 好好照顾小王 不然老子打断你的狗腿 知道吗 我靠 这也太欺负人了 都这样了 还要二牛给他养儿子 是哦 这种人就应该天打五雷轰 把二牛赶出公司 我想你是没有这个机会了 铁柱 打电话吧 小子 你特么是不是傻 早就说了 这公司我说了算 既然你们不滚蛋 那就别怪我了 立马带上几个保安来我办公室 把这两个小别三 给我丢出公司卷 hold up 老板 老板 看来你一个副总 还真把自己当这里的主人了呀 我倒要看看这里是谁的天下 小子 你不是很牛吗 现在怎么说 哼 哼 小卡拉米 就你也配 咋 怎么 我们这么多人 你竟然敢打我 我打你又怎么 王八蛋 你们是吃干饭的吗 都给老子上 今天让他出不了这个门 冲啊 哼 一群小卡拉米 找死 什么 连王副总都敢动手 这小子疯了吗 就是 这小玩意儿 听说王副总道上都有人 王八蛋 敢打我 给我叫二十个人过来 老子今天不灭了你 我不信 都给我住手 哎哟 总裁 您怎么来了 哼 董事长好 您来了怎么也不说一声 谁 董事长 总裁您是不是看错了 他就一个穷小子 瞎了你的狗眼 这是我们的新董事长十三先生 什么 这小哥竟然是咱们公司的新董事长 我的天 这怎么可能 是啊 那有这么年轻的董事长 这年龄比我还小啊 总裁 你肯定是被他给骗了 这样的要是董事长 我特么当场跪下山四季一百个耳光 既然你不认识我 那你应该认识这个吧 铁柱 小卡拉米 你睁大眼睛好好看看这是什么 嗯 必到集团的股拳转让出 董事长十三 不 这不可能 就你这一身地摊货 怎么可能是董事长呢 睁大你的狗眼看好了 这一身可是路易威登总设计师量身设计的 价值一个亿 还有这款阿基米德的手表 价值至少十个亿 你竟敢说这是地摊货 十三 你 你怎么成了我们的董事长 你不是来应聘的吗 是啊 我是来应聘董事长而已啊 十三先生好 嗯 监察部门的人来了吗 对了 王副总 你刚刚说你这一身多少钱来着 十三先生 我 让你说话呢 你刚才不是很能说吗 我说 我说 五百万的百达斐力 八百万的斗里兰 一百万的路易威登名牌衣服 嗯 建议好好查一查 王副总这一身可是上千万 一定要给他一个清白 十三先生 我们刚刚已经确定 这家伙几年来私吞了公司巨额财产 现在就可以送去五块了 不 我不能进去蹲局的 董事长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丢你个洋言语 就你也配 李总裁 从现在开始 任命李二牛为公司王副总裁 年薪就先三千万吧 啥 十三 你说让我当副总 不行不行 这可是市值四千多亿的超级大公司 我 没事 一个小公司而已 你随便折腾 实在不行 到时候我会让滨海国际的人过来协助你 什么 这小子竟然是传说中的新董事长 还是李二牛的同学 不行 我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老东西 有今天的结果就是你自找的 今天能把你这个蛀虫拉出来 也不枉老娘为了公司握心肠胆这么多年 你 你怎么 亲爱的 我也是为了公司才握心肠胆的 现在你也是副总了 以后咱们两个好好管理这公司 啊 啊 什么的 你搁着给我眼无见当 就你这种臭鱼烂虾野派 给我滚 等一下 二牛 你可不能赶他走 他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哇 更重要的是 难道这董事长看上我了 要给我施加点压力 对对对 还是十三先生有眼光 您放心 我会好好干的 绝对不辜负您的期望 这王副总的事情你也有参与 一起送去捕快吧 到时候你们两个一起踩缝纫机吧 杀 十三先生 您饶了我吧 一切都是王副总干的 跟我没关系啊 我都是被逼的 走吧 铁柱 对了 二牛 这这逼到集团也太难听了 你跟董事会商量一下改个名字吧 看改什么合适 好嘞 董事长 亲爱的二牛 我发誓 我只爱你一个 我丢你个大西瓜 就你也配 请兽軀 现实 吃 来 谢谢观看